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星期三在8号风球之下 下午3点多 大埔区港铁站对出的行人隧道 很多市民都赶着搭车回家 唯独他在隧道痴痴贴贴 8号风球放了工就过来 帮忙贴那些快掉落 或者跌到地上的Memo 多数站出来的那些是年轻人 他们回来看这些打气 知道不仅仅只有他们一个 身边还有很多人支持他们 在隧道的另一边还有他们 打风怕物资可能会吹走 或者被鱼踏拾过来 帮忙收拾东西 始终整都要时间 始终街坊有一番心血 我们都不想去 因为这个8号风而浪费了 连龙场对我来说 是一个可以接纳多元声音的地方 连龙场最早出现在 金钟政府总部外面的一幅墙 市民将写上心意的便利贴 贴在墙上 短短两个月 全港各区都有街坊 自发制作连龙场 连龙场遍地开花 但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冲突 例如在大埔的连龙隧道 试过有郭百人在凌晨时分 撕走便利贴 那些白衣人走了之后 我是即时下来 四个字形容 满目瘡炎 因为真的很凌乱 是因为他们不想你有反抗 或者你不满的声音是不给的 80后的Amanda是大埔街坊 亦都是全职主婦 要照顾三个子女 不过她一有时间 便会来这里帮忙收拾物资 通常都是面帽子 膠纸 水 最多是这几个 通常都是街坊 义工捐来 我来会做什么 通常都是掃地 收拾垃圾 我们义工有空便下来 其实没有人主持 没有管理员 我的子女都支持我来帮忙 因为政府是不听我们说话 人民是有什么方法去渠道 告诉政府我们想怎样 唯有就是这个方法 我是一个很小的力量 只是下来掃地 想给政府有清场理由 因为你来这里 骯髒骯髒 Amanda说 有时都会和子女 谈一下示威行动 她说不支持暴力 但是又不忍心指责 行动过激的示威者 其实没有人想见到暴力 但是又 我觉得他们不做这些 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真的很无奈 每个人做法不同 我就比较和平 我是和理非 但是他们有另一种 去表达自己的方法 我没有可能 大家同一阵线 同一条船 其实可以说 你没有可能说 你这样不对 你不要这样 我做一个妈妈 我当然要跟我小孩说 就算哪样暴力 都是不对 我又不会控制到 他们做什么 我也没有可能 一个人力量 就说你不要这样 谁可以救到这个局面 其实就是你 特区政府而已 抗争行动在胶着的状态 Amanda认为 任何人 即使是家庭主婦 都可以出一分力 有游行的 有集会的 就去支持一下 你这个区有年龙牆 你都可以下去 帮手掃地 现在很多妈妈 都叫做醒觉了 上次游行去沙田那次 他们是有帮妈妈 煮了很多的凉茶去 这些都是小小的力量 7月中 多个传媒工会 发起新闻界静默游行 70后的施建章 自从反修例抗争运动以来 已经多次走上街 我本身都是属于体育记者 叫做出来支持一下行家 最近警察 对记者使用暴力的情况 是非常严重 是去到一个失控的地步 这一天 他和一个体育版行家 约在一起游行 除了去告诉警方 他的警权濫用了之外 其实那麽大的诉求 一直都没有变过 只不过现在是一个 遍地开发的形式 不同行业的诉求都出来了 包括记者 这篇文章就是来自 资深足球赞稿人 施建章先生寫的 题目叫做作为70后 我深切向年轻人道歉 在612金钟警民冲突之后 政府宣布暂缓修例 施建章随即在网上写了一篇文 代表70后向青年道歉 作为70后 我们透支了你们一代的资源 守不住法治 今天我们一起同行 就算输了 我们都和你们一样 不会应名 编文经电台DJ 读出之后 在社交网络广传 如果不是那群年轻人走出来 便是条条例过去的 其实那时候回望我年代的人 为何要那些年轻人这么辛苦呢 为何要他们去代我们去冲 我那代人肯定是 就是了 很老实 大名标 铁州车 大家要求有楼 生活稳定 这条方便确实赢 身边的人又对政治很冷感 我觉得香港搞成这样 我们这代人就没有旁大 那些是否那些值班 这晚施建章在屯门 帮一个地区组织摆街站 组织成员是来自屯门的 一群90后居民主打解决地区问题 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真是年轻 足够活力 足够坚持 这次告诉大家 这一个年代的价值就是 说平等和自由 不是说赚钱和喝红酒 所以他只不过是 拿回他要拿的东西是很合理的 很老实的 你没有DQ的议员 或者你没有做一些 这么过分的政治手腕 你不听我说 大家将你所有的诉求 在社区那里说出来 你要加油努力 辛苦你了 他说 写完那篇向年轻人道歉的文章之后 发现同辈的想法 开始有些改变 有些几十年没有找过我的朋友 就会WhatsApp我 就说你这篇东西很好看 你读中了我们 那一代的东西 我经常觉得对着厚册 不要第一句就去说 听多他们说两句了解他们 才去留言 不过这场抗争运动发展至今 示威现场的暴力逐步升级 事件将话其实都很担心 我很担心这次运动会死人 其实在这个临界点 即是无论是警察或示威者 想清想错 人生里面没有一件事 比人命更重要 让它发挥也行 或者你写一些也行 那这里是有些笔 退休中学老师谭国新 曾谭sir 这一日来到遮打花园 为震间的游行做最后准备 他发起的银发族游行 是反修例抗争行动之中 第一个专为长者搞的游行 我都没试过 这是我第一次搞游行 我们的穿白衣或者黑裤 都希望为这个崩坏的制度送终 这次游行号召到数以千计的长者 在炎炎夏日走上街头 青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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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在近一两个月来说 犧牲很大 被抓被打 我们的出来就是希望 我们是会支持年轻人的 我们都应该现在出来 令到社会更加公平 令到人人都觉得是有希望 多谢大家 亦都希望我们的能力 是可以令到政府做一些事 原来是很多长者 走出来这件事很鼓舞 在游行期间 见到有朋友都跟我说 很多谢你搞这个活动 让我有机会发声 退休十几年的坦sir说 以前都相信 上街游行的群众力量是有用的 但是今次反修例风波 令他慢慢感受到 为什么年轻人的行动 会越吹激烈 二百万人上街 三百人上街 好像政府都好像 奈他不和 是不做任何事的 所以就觉得 咦 和你飞 或者只游行 真的没什么用 所以慢慢会接受 如果他们做多些 是接受的 有些冲击是接受的 心情都是很坦剔很矛盾的 因为都不知道 情况会不会是 好像我们搞了一个集会 要那些年轻人去送头 其实我们都没有什么把握 告诉他们 不要再冲凉 我们只能够尽量去找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途径 就是要政府回应 其他的方法 会不会是 即是 做运动或者是 这个罢工呢 那些 因为 再被他肩膀 再被他拉 其实都 不觉得会 争取到什么 不得了 这是 不得了 谢谢 你 你 我 咦 你 我 不得了 我 我